前几天在藻庄益城那边有所谓的清坛公园 里面有很多的清坛墓 领导们也引导我们到里面去参观 觉得那些清坛墓像我在看他们欣赏他们 我在欣赏他们的当下也同时在赞叹他们 他们在这个地球上很多都已经活了好几百年 甚至一千多年 但他们那种精神真的屹立不咬的精神 还有在很艰难很艰困的环境下 他们一样继续的成长 每一天都在发挥他们生命的意义 每一天都在为这个世界 在散发他们生命的分多精 为这个世界在净化空气 你说如何活出发挥我们生命的意义 真的你观念正确的话 我们是可以来到每一天都在利益这个世间 利益这个世界 不是等以后是现在 像这一棵树干树根长得像龙一样的情况 这个听说列为什么中华奇艺奇数里面的一棵 这一棵清坛墓它多久了你们知道吗 这是展翅飞翔 一千多年了 都已经一千多岁了 来我们看看 人类认为说我们比他们聪明 我们比他们智慧高 但是真的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对这个地球 我们做了什么贡献 做了多少贡献 无条件无所求的奉献付出 我们做过多少 像这些树木呢 你要知道 他们每一棵树都是一个神圣的生命体 我看到这些树感恩他们 跟他们看起学习 他们不是无情 他们都是神圣的生命体 存在的每一天都在保护地球 都在奉献付出 为这个地球大家庭在做贡献 在利益众生 而且没有名利心 所以真的大家要学会读懂这部《无治天书》 学会阅读《大地风云经》 像这些树木 如果大家有空进去参观 真的要好好用心灵去体会 他们每一棵都在跟我们做模范在视线 《道德经》里面所讲的 他们是这样的 默默无闻的在奉献付出 无我无私的在奉献付出 后来也去参观流远 藻庄这边的流远 它的面积之大 现在是全世界的最高记录 那天我们也进去藻庄的这个流远来参观 而看到这些石榴的树木 它长得并不高大 人类为了采摘方便 所以把它矮化 你看起来不是很粗 但是它们在这个世间 都已经存活 少着一百年 多着两三百年 像右边的这个树干 它至少两百年以上 那像这一棵两三百年 我们要了解 它们同被种下去的那一天 它们就在发挥生命意义 就算前面几年没有结果 也是一样在保护这个地球 美化生态 吸收二氧化碳 制造新鲜的氧气 几年后它们开始开花结果 而这些甜美的果实呢 都是无条件无所求 和众生分享 当我看到两百多年的石榴树 它到现在还是一样 每年都在开花结果 每年都把它们的成果 无条件无所求 和人类和这些鸟来分享 你说怎么样去读懂大自然的无视天书 它们都在跟我们视线 以身作者在视线 它们结出这些甜美的果实 你看那些石榴树 它们结出这些石榴果实 那这些果实 跟大家分享 有没有条件有没有所求 有的人也许会想 有啊 我有付钱 你付钱付给谁 是付给商人 付给农民 农民也没有付钱给这个石榴树 你付的钱都没有来到这个石榴树上面 所以要知道 这些植物 它们呈现出来的都是 什么叫做 无条件无所求 在奉献付出 为什么大自然 一棵植物它们都能够这样做 那人类为什么 都一直要在那里 争灵夺利勾心斗角互相陷害 真的那是 心灵品质层次比较低 所以人类是要向万物来看起学习 不要妄自菲薄 不要自我膨胀 你看一般的果树都是一样的 它们健康的成长 吸收天地大自然的能量 有甜美的果实出来 就是无条件跟大家分享 你看像这些石榴树 一样历经风霜雨水的洗涤 甚至有时候因为极端型气候 导致气候异常 几乎让它们濒临于死亡的情况 但它们一样又像死里重生 当它们还有一口气存在 又继续活过来 然后又继续再奉献付出 开花结果 为地球这个大家庭 又继续再奉献付出 所以人类真的要学会 向大自然看起学习 不要以为说这是不切实际 事实上是人类设计的这个制度有问题 变成很现实 这个就是人类要进化 要进化要提升 要迈向高等的文化 高等的心灵 大自然呈现出来的绝大多数 呈现出来都是高等的心灵 什么叫做有成果 就是无条件无所求分享 没有金钱交易的 金钱交易这是人类设计出来很不好的制度 这种制度真的很快会破坏社会的和谐 人类如果能够把金钱从这个社会取消 回归到真正活在满足生命的需要 大家很容易过着真正幸福安康快乐的生活 高等文明的世界的社会 是没有所谓的金钱 真的 所以希望人类要学习高等文化高等心灵 前段期间有看到一个实验 也是美国的一个团队 他们在实验 那些猴子本来他们生活在他们的生活区里面 让人类去实验看看猴子会不会使用金钱 结果他们去实验 本来那些猴子他们拿到金币 拿来摇一摇很硬 摇不动 所以最初拿到金币都是丢掉 但是后来人类就训练他们 你要拿到那个我才会面包给你食物给你 结果那个猴子慢慢被训练 他们把他丢掉的话就不食物给他 然后让他们如果有拿那些的人 拿那些的猴子 然后就给他们食物 结果猴子慢慢的训练成 那要拿那个所谓的铜币 钱币 这样才能够拿到食物 好 他们慢慢的知道 那我要拿到那个才能够拿到食物 所以后面就开始抢夺了 后面就开始抢夺那个金钱了 到后面 那个和谐的气氛情况就改变 好 我们继续看下来 当我看这些大自然的视线 他们都是以身作者在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奉献付出 无条件无所求 然后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天到整个生命的过程 对这个地球环境没有任何的污染 没有任何的破坏 那生命活着的一天就是奉献付出 那他们是顶天立地活出生命的神圣 活出生命的意义 真的就是这样 这一棵石榴树被称为叫做将军树 听说跟岳飞有关系 这是流传下来的传说 因为岳飞曾经在这个地方好像整军出发 来我们看看 当我们能够吃到甜美果实的时候 真的希望大家不是糊仑吞藻的吃 大家要有感恩的心 你所付出的钱都只是人类在玩游戏 你所付出的钱都没有用到真正的实际生产者上面 真正实际生产者奉献者 他们是不需要金钱 也没有跟我们拿任何金钱 所以这就是《道德经》17章里面提到的 太上不知有知 其次 亲而欲知 人类是看到次一级的显像 次一级的人类才看得到 真正那个最高级的 一般人是看不到 也看不懂 那不是说他没有视线 他有在视线 但是他是无字天书 如果你只是执着在文字上面的话 你就看不懂 看不懂他们的以身作者的说法视线 所以这就是《道德经》是要协助我们 你要打开视野 突破过去习以为常的认知对象 要重新来阅读这一部无字天书 你才能够开启我们的大智慧 真正的大智慧 大胸襟 大气度 大格局 一定到后面是要来向大自然看起学习 古今中外的那些所谓的大智慧者 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大智慧 到后面一定是向大自然看起学习 得到大自然的启示 你看这个石流 它在成长的过程就在美化 就是一个艺术 长成之后又是甜美的果实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要学会阅读这一部无字天书 当你真正学会看懂 你把《道德经》庙节这个课程认真研洗 你学会读懂这一部无字天书 你的生命处处都会很喜悦 都很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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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